各位女朋友朋友好 我是彭启明 今天将是一个暖暖的圣诞夜 温度非常的舒服 虽然说在台湾呢 少了冷冷白色的圣诞夜晚的冷气氛 但是至少环境很舒服 晚上外出呢 记得不要穿太多 大概长袖加上博外套就可以了 那温度呢 在19到22度很舒服 各地下雨的几率都不高 周三四也更回温哦 非常暖冬的天气 白天的高温可以到26到29度 所以建议你好好把握 可以外出走走晒晒太阳 非常难得晴朗的好天气 预计呢 周四下半天开始 将逐渐转为偏东北风 有波冷空气会南下接近 预计这波在周五周六这两天 会比较冷 北部空旷地区的低温将下看 13到15度 这是指的是空旷 空旷地区不是说指的是台北市 空旷的地区指的是 例如说北海岸 可能会比较低13-14度 如果市区的话大概15-16度 所以提醒你要留意这个温差的变化 虽然说不是很冷啦 但是跟目前舒适的温度会有几度的落差 会是有感的降温 北部东半部也会由今明两天的晴朗 转为偏湿冷偶震雨的天气 那这个巴逢台风呢 今天将进入这个菲律宾中部的岛屿 明后天进入南海 虽然说往北接近台湾的几率很低 但是预期台风的水气将顺着中层大气环流 北漂到台湾附近 时间点呢可能会落在周六日两天 下周一逐步的消散 配合上东北风 全台各地呢要留意可能有降雨的机会 但是这水气呢 北漂发展的变动度也就是不确定性还蛮高的 比起台风路径呢预测更难 明后天的发展还是一个关键 但是周末呢大致上还是维持东北风的天气 只是水气多寡的降雨哦 那至于大家很关心的跨年元旦的天气 大致上呢当天晚上到隔天的清晨 是典型的东北风的天气形态 可能类似本周四到周五这波降温的过程形态 呃北部东半部云量比较多也比较阴沉 中南部呢天气是稳定的 不过温度上呢不至于太低 大致上呢还有14到16度间 大家呢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要留意如果要看日出的话 恐怕要费点心的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彭启明提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